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期的养生视频,我是王医生 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,记得要关注我们 脑梗呢,因为其发病率占了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70%以上 再加上发病时间快,抢救时间短,属于死亡率和制产率都极高的一种疾病 要想远离脑梗呢,除了要注意日常的饮食习惯外呢 也要注意身体的几个异常表现 及时抓住脑梗前表现信号,早发现,早治疗 一,头晕头痛 当脑血管发生堵塞时呢,大脑将受到损害 并且呢,流下大脑的血液呢,也会受到影响 这将导致缺血性头痛 头晕呢,也是脑梗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在一到两天内呢,反复头晕出现超过五次 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一下 二,失岁,精神萎靡不振 有数据显示呢,有80%的脑梗患者 在发病前的一周呢,都会出现失岁 打不起精神的状况 这是由于脑动脉硬化 血管枪狭载和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 三,舌头发应 当血栓阻塞脑血管时呢 将导致脑动脑血液供应严重不足 不仅呢,会导致偏瘫 还会导致大脑的语言中疏受到影响 表现为舌头发应 吐字不清 甚至呢不能说话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好的生活习惯 要养生与健康相伴 我们分享养生,关于健康 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击评论加关注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